昨天江江说陆港股市大跌 他依旧不是黑天鹅 他只是另外一只猫猫虫 没错吧 今天大涨了 坚持祖生财富倍增 今年我已经帮我的会员 创造五档获利超过100个percent 来看航运 高档说是反弹逃命 低档说是二度背离 今天是反弹 好来 那航海王的逆转胜特工队 今天礼拜四 明天礼拜五完成报名 下周会有比今天更好的买点 请各位积极的把握 坚持底部起涨 永远坚持底部起涨 你看金鸿赚超过两倍了 金星科赚242块钱了 我昨天在福利社讲的 翔硕独家爆料 今天又强势喷涨停是不是 那这就是第一手产业讯息的价值 我们五月锁定的华旭 今天也是喷涨停 他中期还在底部 还可以把握 来 那持续进入七月底了 马上进入八月 七月是独抢电子 可是七月的钢铁 七月的航运经过修正过后 更加认为展望八月 电子航运钢铁通通都有机会获利 请各位积极把握 那眼下当务之急呢 有一档股票 七月营收会暴增 八月初马上要公布了 近平两天 务必积极的完成布局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成绩的节目 好注意听哦 我今天节目会针对电子航运钢铁 还有OTC做很精辟完整的解析 待会我会讲得很清楚 请你认真的把它看清楚 好请讲昨天这个议题啦 昨天节目看破题是不是 我说很多人讲什么 中国的问题 地缘政治的问题 会让台北股市进入空头 所以投资朋友 昨天请各位思考一个问题 有没有 好你永远要记住我跟各位讲过的 因为本土疫情发生过一次 昨天又来一次 这两次活生生的教材 你把它听进去之后呢 耳后对你的股市的趋势判断 会有很大的帮助有没有 好我跟各位讲说 当利空来的时候你要去思考 你要去把重点抓出来 它会不会让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因为这个利空变成 由成长变衰退 如果会的话是黑天鹅 赶快卖股票赶快空股票 懂我的意思吗 可是如果经济成长率 它不会由成长变成衰退 它就是毛毛虫 懂吗 那今天是毛毛虫 毛毛虫会长大 会羽化变成蝴蝶 它会飞高高啊 懂哈 所以这样解读 我相信没有人听不懂了 ok哈 好 也就是说 我们昨天讲的 又再一次验证我的经验 很很棒对不对 好来哈 好一样哈 每天各位说坚持组生坚持组生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看坚持组生的结果 是今年从年初到现在 已经五档股票获利超过100% 这五档呢 现在只有金鸿还留着 其他都全部出场 为什么高低机器做转换 7月整个电子喷很凶之后呢 8月哈 有些高成长会继续涨 但是没有高成长的 已经喷一大段了 在高机器的 我们就舍去他 找什么 找低机器的底部期长 懂哈 这是我的理念哈 来好 好 待会跟我讲 详细讲航运哦 有没有 高档 反弹不要追 不要追 为什么会有123的重挫 是不是重挫了 是事先讲会重挫 事后验证重挫 可是你是趁反弹卖啊 你不是等二度背离之后才去卖 懂我意思吗 好来啊 今天反弹对不对 航海王的逆转胜特工队 昨天报名 今天报名 明天报名 哈 我今天明天都不会出手 但是下周会有机会 我待会讲为什么很清楚哈 来好 那另外呢 永远坚持底部期长永远不追高档 这是我坚守的获利的原则 你看金鸿因为坚持买底部赚226% 金星科因为坚持买底部买转折三年多的地方 你赚242块钱 好 翔硕一路讲有没有下半年营收会报好 下半年营收会报好 有没有事先掌握了低头讯息 今天又会涨停了 好那一样华讯6月营收好 7月营收一样会更好啊 你先知道你就会报老对不对 报老他今天又涨停是不是哈 另外呢我待会跟你讲哈 整个7月都只有喷电子 钢铁航运如我的预告 如我提醒出现空头修正的对 好那修正的低档咯 我认为8月份他们这两个族群会再起 也就是说整个7月是独抢电子 但是8月份电子航运钢铁会兵分三路 三个族群都有轮动的获利机会 我这是我8月份要帮会员做的事情 请各位一起来把握哈 好那马上要公布7月营收 那翔硕今天为何喷涨停 为什么我们的10年大底的股票 为何又喷涨停 为什么都是营收报高 有没有好 已经市场有人先知道嘛 所以他很强对不对 好有一档股票市场还不太有人知道 我们今天请表股会员布局第一次 7月营收暴增 我们先布局哦 你不能等公布之后才去追 太慢了懂意思吗 所以请各位积极把握机会 那整个7月底8月份的交接 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是我昨天推的专案 航海王的逆转胜特工队 我待会会讲下礼拜会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好来待会来看转折 好这是我的节目的 这个YouTube频道啊 帮我订阅按赞跟分享 一定要做订阅 因为有未来会有新的影片哦 好这是我的啊 这个粉丝团的ID 小老鼠win58899 请各位一定要 我天天必须重复啊 这我的ID 少一个数字 多一个数字 都是假的 都是诈骗集团 请各位一定要认证 再三认证啊 最好的方式呢 是什么QR Code 这是LINE AD生活圈 可以跟江老师一对一的 这个咨询 这是Telegram 这是盘前盘后 还有晚报的部分 跟各位做分享哦 来 同学们 今天翔硕喷涨停板 很强 赚了快一千块钱 同学们 赚了快一千块钱 为什么 江老师是电子产业记者 出传的分析师 除此之外 我有很棒的预告能力的技术 是不是再再的LOW验证 从底部一路赚到18000 好同学们来回想一下 有没有事先讲 本土疫情黑天鹅 我说不是你想太多了 未来会惊觉 他是可爱的毛毛虫 是不是5月18号 可爱的毛毛虫变成蝴蝶 蝴蝶会带我们飞越万八 我是在5月份讲的 有没有 你要去厘清 当利空来的时候 他是买点还是卖点 不是去猜测 不是去赌博 靠经验 靠固定的模式去做判断 是不是完全正确 那也因为我们的事先预告 非常精准 所以才能够帮会员创造 党党都有波段性的暴力 来进入重头戏的 好来 这是航运 这是航运 我当初讲什么 讲这是五波有没有 五波的上涨 你绝对不可以买在五波的高点 有没有 当初这个位置 媒体跟各位喊什么 喊目标价 由本土法人投顾 把行业的目标价 调高到300块 很高很高的位置 400块有没有 你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讯息 影响了你的情绪 你认为还有利可图吗 买300可以赚400吗 对不对 可以到400 你可以赚了100块价差 可是呢 你会陷入陷阱 有没有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一定要来学我什么 我的转折技术 是转折技术 就是说他扣低的时候 才有机会进入什么 主身段 扣低会有主身段 可是他进入扣高值 他就保证没有主身段 你把握这个原则 有没有 你就不会追在7月2号 航运的最高点 是不是 好 那我跟各位提醒风险 有没有 去年天国议会的历史 提防重演见好就收 有没有 这个地方提防重演风险 然后呢 见好就收 是不是跌了 跌下来 跌下来他没有扣低 是不是要扣低 一定要扣低才有中线波段 才有机会进入主身段 对不对 所以他没有扣低 所以我在7月16号 跟各位讲什么 1跌破 2反弹 3重挫 有没有 这前低会破 123法则 我连图示都事先画给各位看 好不好 来 我每一次都尽全力 用专业 用爱心跟各位做分享 好事后验证 他真的破了 好不好 你怎么可以这么惨忍说 这里去做追高 这里把它砍掉 不行嘛 对不对 好来哦 是不是背离 好 那背离这头 这头是背离的 好来看今天 好 那航运是不是出现背离 好不好 没有错吧 好 我们讲什么 讲他出现二次背离 这是二次背离 第一点破一次 第一点破两次 所以他是整个是破两次 对不对 好 可是指标他两次都没有破前提啊 有没有 所以他是个背离 好 那是背离反弹的 注意听哦 好 上一次低点 指标在低点 好 指上一次指标在低点是反弹 可是他反弹他必须过哪里 反弹必须过什么 过百侍的大阻力啊 有没有 上一次他反弹没有过 后来是不是跌 是不是好 那昨天今天反弹后 关键在这里有没有 他有没有过 他直接过就修正这波空头 结束转多头了 对不对 可是如果明天过下离拜一 他没有能力过是不是 你要提防什么事情 谈之后又再跌一次啊 谈之后又再跌一次啊 懂意思吗 所以你今天不可以去追涨停 你今天不可以去加码 摊平 然后行业的涨停板 懂哦 因为你必须等待一个更明确的讯号 好 那下离拜如果压力没有过 当然压力过了就喷出了 好 假设压力万一没有过又拉回 对吧 就是不需要紧张了哦 对吧 下离拜是最重要的一周 好 为什么呢 好 航运是不是 我们这里跟各位讲什么 讲他扣高 这里讲扣高扣高扣高 你要小心对不对 好 那什么时候会扣低 这时候会扣低 对不对 好 那时间到下个礼拜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就说下礼拜即便他变成拉回 假设拉回到这里 今天搜这里对不对 留下影线 假设下礼拜即使他真的拉回了 假设拉回从这里 拉回到这个地方 可是从下礼拜的角度看未来 看未来三周他是开始扣低的 懂意思吗 懂哈 就是说下礼拜的押回 航运的押回 钢铁的押回 那才是我认为整个波段 比较安全的切入点 所以这是我为什么昨天跟各位讲说 航海王的逆转升特工队 昨天报名 今天报名 明天报名 三天报名时间 然后下周准备出手 8月份 江老师会带会员变成很会赚的航海王 有没有 完全不是我的预设立场 不是我的凭空猜测 完全按照转折而行为 懂哈 这样讲得清楚了哈 所以自己好好把握机会啰 好 再来 好 这是运输对不对 好 来 是钢铁 钢铁我们讲这一波我们赚什么 赚6月的时候赚2成3成跟4成 可是高档压力不要玩对不对 好 你要回车支撑 好 一样哦 好 来看今天的钢铁 好 我来看钢铁的日K线 有没有 好 它整个形态就是我当初 跟各位画的是不是一模一样 这是压力 有没有 好 这是支撑 有哈 所以这边不要追 是不是压回了 好 今天这个红K确实反弹了 对不对 好 那可是它反弹过头 它还有一周的时间啊 有没有 好 这是扣高扣高 下周它钢铁还是扣高 所以呢 假设下礼拜钢铁还有拉回 你不要怕拉回 为什么 因为它时间时序上呢 逼近了周线最后一周扣高 因为下周钢铁钢铁对不对 下周扣完高之后 两周后就变扣低了 好 所以下周的压回航运跟钢铁 我认为是布局8月份 整个波段获利 非常好的时间点 懂哈 好 另外呢跟各位提示 那昨天行程跌破的这个OTC 昨天是OTC 我们从什么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 好 一路做多一路做多 好 突破后一路做多 这个主力成本没有跌破 完全没有跌破情况之下 就一路做多 那一路的做多就会有什么 有丰厚的暴利嘛 所以整个7月份6月份 我们电子股市 挡挡碰出暴赚对不对 好 可是是不是昨天小破线呢 对不对 好 昨天小破线 白色压力 重画一次哈 白色的压力在什么地方 白色压力底下 刚好在今天的高点 再上一点点 所以特别留意哈 明天后天关注这个OTC 我会在盘中 会在我的Telegram 跟各位讲有没有过 过了就喷出了 好 压力过了就 压力转支撑就喷出 可是如果明后天 他压力没有过的话 你要盛反哈余斯的回撤 懂哈 所以今天不可以过度追高 抢进照进的原因底下 是要这样子有没有很清楚 但是各位强调说 即使下礼拜有拉回 航运有拉回 钢铁有拉回 请你到不能够今天涨就说涨哦 下周回又看空哦 不行哦 为什么 因为站在下周角度看未来 8月份前三周 他是扣低的 他会有很多股票 会有波段的机会 也就是说 这是我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 跟各位讲的一张字卡 来 就说整个7月份呢 7月份是7、8、9月 史上最强电子旺季 所以7月份整个月都喷电子股 对不对 那8月份我的看法是 电子也不会转弱 但是高基期太高的已经喷出 比方说他已经喷8周了 涨8周了 你去再去追高 他的波段暴力的空间 毕竟有限嘛 所以那种股票你不要追 你要找什么 找营收 8月会7月报营收创高之后 8月也会创高 9月会创高的 那一种就可以继续做 好 那除了这种形态之外呢 我认为钢铁跟航运 在8月份跟电子 都会有大赚机会 所以我们8月份 先跟各位做分享了哦 兵分散路 三个族群会做轮动的这个状况 我们就采取轮流获利的方式 跟各位做分享 也跟各位做邀请 所以请各位把握 来你看哦 江老师从过去低点到高点 主流的转换 是不是全部都是靠专业 就跟各位做分享 那事后验证精准无比 那我们的准确靠什么而来 不是赌博不是猜测 是长期的经验累积 还有技术啊 经验必须靠自己花时间 去成长累积 成长跟累积 但是技术我直接可以教你 有没有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学习其实是最赚钱的投资 所以我们有技术班送给大家 也请各位把握了 好来看股票来 一样哦 我每天盘氏分析完之后 跟各位讲股票之前 会跟我讲一句话 主身段 把主身段这件事情做好 我认为你的一生就幸福圆满了 做好这件事情一生会幸福圆满的 有没有 只做主身段 20块的第一桶能够赚到7字桶 赚超过200个percent 证明主身段他就是抗庄大道 对不对 好你过去用主身段标股的选股 逻辑报股票报报利 爆出赚200%以上的获利 那请问下一次你是不是可以重复的使用 重复的去拷贝有哦 好来哦这是我们讲的什么 讲的未来营收会暴增的股票 未来营收会很好 如果他扣高转折 那就不要碰 对不对 基本面很好扣高转折 不要碰 可是基本面成长性很高 如果是扣低转折呢 那就一定非拼不可来 有没有 你看我们在低档买进 一路报牢的结果有没有 他会有主身段的报酬 就是你坚持主身的回馈 我每天跟各位分享 我们帮会员选股的逻辑 有没有 普成他也是标准的扣低值 那扣低值就是他 你享受他未来的这样子的喷出 那很多赏户你看哦 一样做普成 我们是赚131% 可是很多赏户做普成用追的 追的是输的 是不是你看同样一档股票 会做的人大赚 不会做的人套牢 所以这是天壤之别 懂意思哦 所以还是强到那句老话了 主身段才是康庄大道 学习是最赚钱的投资 有没有金鸿 你看这一档双引擎 现在的人都知道 那当然啊 股价喷成这个样子 市场会关注他了是不是 这个金鸿有没有 我们在56块7买的话 喷到200块 56块7喷到200块 鼠步切了涨停 那这就是刚刚老师 一直跟各位说的什么 主身段主身段 坚持主身段的回馈 来委屈电影试啊 要赚就赚主身段 这是我认为我做这个节目 带给投资朋友 最大的回馈 不要去做当冲 不要减零钱 不要赚小钱 因为你明明有种方式 可以轻松的赚主身 有没有 你看到我们当初做这个正德 买进后 你看刚开始是没有喷哦 所以股票是布局来的 懂我意思吗 他不是追来的 听清楚哈 所以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我为何不追 不追已经喷出的 我不为何不追涨停 因为你从我们 我们操作的股票的 过去的成功的股票来看呢 你几乎都可以在很低的位置买 那买完后不需要等太久 他后面会喷 用爆喷的方式 这样子是很轻松 可以赚超过一倍的模式 他既然主算是这种模型 模型就可以复刻 就可以拷贝 来 有没有想说 请问他是不是扣低值 没有错啊 他扣低值啊 说基本面很好 那转折一定要扣低的佐证 好 1140买 你看是买 买完之后还赔25块钱 可是是在布局啊 布局就耐心抱着 对不对 好了 他小涨了 已经赚200块了 下半年有爆炸性利多 那这就是 江江老师团队的优势 我们可以给会员别的没有的东西 就是我们进人的优势 对不对 你看哦 从1100 1300 好 那今天翔硕涨停了 有没有 呃 之前转到785 赚到840块钱 今天他又涨停了 2105啦 是不是好 今天5269的翔硕 又喷涨停 好 那为什么涨停 因为市场开始越来越多人知道 他下半年营收快充的部分 大爆发 是不是 可是我们是什么时候讲 好不好 我们在第5月25号 在5月底就知道 下半年有爆炸性利多 那请问 那这样子是不是真正能够赚到主身 赚到最多获利的操作模式 是不是 那就是像老师跟我讲的 坚持主身段标股的操作模式 一档成功会有第二档 你只要坚持下去 把主身段这些事情做好 那一直重复去做获利 你的人生就会幸福圆满 难道不是吗 有没有 九阳历史新高啊 金豪科扣低值历史新高啊 是不是好 你看哦 现在金豪科投这么来 你自己看好 那今天金豪科也是大涨 可是你今天去追就不太对了 为什么 他涨几周 246810周了 12312345678910周了 他下周还扣低 两周扣高 所以投资朋友 金豪科今天他就不是扣3D了 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你现在才去追金豪科 他已经没有让你大赚主身的机会了 懂我意思 有的时候我跟我讲的 整个7月份很多电子股喷出之后 8月份你不可以全部资金都放在电子 否则的话你的获利会落后 我们很多很多很多 懂意思吗 特别跟各位再做一个提示 好过来 来有没有 好我们做的钢铁股有没有 我们6月底的时候 6月份做中宏 做新光钢 做允墙 三档的获利分别是2成3成4成 那我们8月份会做钢铁 每一组会员会做一档主身段的钢铁股 但是不一定是重复这些股票 因为远强的机器比较高 懂哈 所以这样老师跟威讲的哈 我通通讲在前面 都让各位事后去做验证 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等验证才来 为什么等你验证等同于什么 你错是这个不断机会 所以好好把握机会哦 来要赚就赚主身段 你看我们过去做的股票 这吓死人啊 光洁买进爆喷6成啊 升权5跟涨停板 右滑喷4成7 盛群喷4成2 是不是 有机会帮会员一档股票 赚3成以上 一个回合赚3成 3个回合资金就成长就翻倍了 是不是好 所以自己把握哈 连结有没有 我出在最高点 跟尖点出在全国最高点的意思是一样 会买又会卖 获利产生很实在的操作模式哦 金星科有没有 扣低值 掌握全国最领先的独家利多 他就负责报赚啊 就这样就只是很单纯这样子而已啊 所以我们的模式呢 带给获利的模式是很轻松获利的模式 来好不好 来哦这个就厉害了 对不对 来 这是什么底 你节目看久你都会背的对不对 好10年大敌 10年大敌 好抓到之后呢 一定要享受波段嘛 我昨天讲对不对 我觉得还跟我讲一次 他会喷 为什么会喷 营收很好啊 你事先知道营收很好 是不是你的优势比任何人来的强 懂哦 那这就是参加团队的优势 3成4哦 是不是又一档获利超过3成了 有没有好敦泰 来我们选择初期 好来看哦 敦泰其实基本面没有太多的问题 那同样是这个这个观点 他涨几波 敦泰目前的模式呢 好OK 涨1涨2涨3嘛 那下周还扣低是很OK 可是两周后就扣高了 那你为何现在去买 买未来会扣高呢 是不是懂哦 比如说你一定要把 我为什么要选择掌停板 把敦泰出清 为什么 因为他未来会扣高 懂哦 这样就很清楚对不对 比如说把获利 你看176买270出光光 赚54%之后资金变大了 好变多了钱变多 买下一档会转折扣3D的 这才是正确的操作模式 有没有滑絮扣3D 今天喷涨停 不需要事后讲啊 那终极底部还是蛮漂亮的啊 像这种他就会有机会 OK 来好不好 这个重头戏来的哦 好来 好 他之前多头怎么涨 涨几波 好之前的多头他涨几波 涨1 我们换个红色好 之前的多头呢涨12345波 对不对 那空头的回撤呢 是跌什么 跌A B C嘛 是不是扣低了 是不是 所以他又是什么 12345的机会 当然是买这里啊 懂哦 然后未来营收非常之亮丽 你事先知道你就会勇于布局 然后勇于享受 未来被全市场抬下的喜悦 好这是第一档 那第二档呢同胞一样哦 是不是拉回修正 7月营收暴增股 趁公布前赶紧做布局 好这是我们目前 帮会员做的事情 也请各位同步做锁定 好钢铁股我刚讲过了 钢铁电子跟航运 整个8月份都会轮流有波段获利机会 好请各位同步做把握 透过两种模式参加会员 跟我们联络 LINE AD的生活圈 6月1加168 另外呢 08006680 把我的电话跟我们做咨询 每一档持股的问题 我会亲自帮你诊断 帮你做转换 请各位放心 你看我们金虹 坚持主声听我的 我不会害你 坚持主声会有回馈的 坚持主声给你自己时间 给你自己机会会有回馈的 金虹赚200个percent 金星科赚242块钱 翔硕今天又喷涨停 很快的获利会变成四位数 会帮会员创造历史记录 就是我们团队的价值 好过来华讯又喷涨停了 那坚持底部起涨 又坚持用好技术 用好观念去打造 属于自己圆满幸福的股市人生 跟康庄大道 这是我的理念 展望整个8月份 我今天讲了三次对不对 电子航运钢铁都会有机会 特别是航海王 逆转升特工队 今天报名 明天报名 下礼拜会有很好的出手机会 请各位同步做掌握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平安 顺心 收大钱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推荐分析